当你头痛好以后 头痛专修 你给他这个法就好了 对不对 你给我告诉你啊 你就跟他送第一篇庆上经啊 然后你就 那就好了 真的是如此 所以各位 我觉得这个是佛法 佛法要能够帮助世间法 进入帮助世间 而进入他心灵的修行 而进入别人 他也可以去关心别人的悲心 那这样就OK了 最后我们希望成佛 不是光身体 身心各种众生 我们都帮他 愿意帮他 这样最好 所以我讲这个故事 念一下叫 一脚三十半 半饼共三年 这是个真实的故事 明朝安徽 有一个延庆寺 那一天刚好中秋节 那中秋节老和尚 人家送他很多好的月饼 那天他就跟小沙蜜 说来来来 今天夹菜 施主拿这么多月饼 一人分一块 分一块 老小沙蜜高兴 古时候穷 对不对 那小沙蜜拿了这个月饼以后 走走走回自己疗房 心情好爽 然后走到一半 弄一半 我先吃再说 结果一弄一半 寺庙被养的流浪狗就过来了 一直咬尾巴 一直咬尾巴 想要吃 小沙蜜我难得得一块 踢他一脚 小狗干干干干干就走了 走了以后他正要吃 小狗饿得没有 还是过来 一直跟他咬尾巴 咬尾巴 这小沙蜜 对哦 我肚子饿想要吃 狗也要吃 哎呀我踢人家一脚 真不好意思啊 我不慈悲啊 所以他就跟狗 哎呀对不起啊 刚刚不好意思 踢你一脚啊 一半给你 那希望你也好吃快乐 好 讲到这个地方 事情要过了四五十年 这个小沙蜜现在变六十九岁了 在寺庙里面做香灯 就是整个大殿里面 共香啊 都他管了就对了 做香灯 那那个时候的县长 知府就是当时的县长 也是个喜欢到寺庙拜拜的人 他每次来都 都很多人欢迎他 所以县长又来了 所有的出家人 拜托主持在寺庙外面 等着县长来 县长遥遥把他走进来 走到大殿就想要拜祥 结果大家 香灯了香灯了 香灯师父跑哪里去了 香灯师父在后面睡觉 一听到赶快跑出来 哎呀呀 主持人县长来了 县长来了 他赶快点下 结果县长生气了 给我拖出去打三十板 县长生气了 我跑这么多寺庙 人家都赶快 让我点香了 拖出去打三十板 香灯师父被拖出去打三十板 好了 县长七七回去了 回去以后县长跟他太太讲 他太太拜佛讲 哎呀 老公啊 你完蛋了 你打出家人下地狱啊 县长说 我也不是故意 但是我没面子 就战老半天 每天跟我上香 我拖出去打三十板 我已经念惯了 他就赶快赶快 你不赶快去忏悔 这个很惨哦 结果县长自己不好意思 他就跑回寺庙 找那个住持 住持 我那天就打了你们香灯老师父 我不好意思 我用钱在你们盖一间金色 供养供养那位老师父 我看他老了 然后呢 盖完以后 那住持就把老师父 来老师父 县长供养这个房子 哦 我不敢住 等一下被他打 然后这个住持 我跟你讲一个故事 你就听吧 住持修道有神动 我说你年轻的时候 我们老和尚 送你一块月饼 你还记得吃的 然后有一只小狗 一个你要 你记得吗 哇 踢他一腿啊 你踢他一腿啊 你知道那县长是谁吗 县长就是那只狗来投胎的啊 因为他住在寺庙 你给他月饼 他高兴啊 对出家人 一只动物对出家人起了欢喜心 他就会脱离出生道 所以他现在变县长啊 所以 但是因为你过去呢 踢他一腿 他现在还你三十板 但是呢 你给他半块月饼啊 所以他现在盖这个房子供养你三年 各位管不管用啊 管用 我讲这个意思呢 各位你随便那些 海鸥啊乌鸦你就喂一点吧 怪不得你有一间房子住呢 还免脚贷款啊 所以这是因果百分之一百的 但是你伤害过他 你把那只鳗鱼给杀了 你把那个蟑螂给杀了 你现在要被开刀耶 但是各位要多忏悔 忏悔包括你局心不再杀神了 过去你吃龙虾 吃螃蟹 吃活的 你要真心的忏悔 忏悔以后不再做 再来呢 请人家买几次给他放 好不好啊 如果你在加拿大不方便放 我们大陆 台湾 马来西亚很方便的 而且又便宜 又便宜 就给他放了 忏悔 那你又发觉 病就好了 身体舒服了 而且你又进一步跟他结善缘 好 那我今天我就先讲到这边 等一下要发捷运品给各位 昨天我们在我们上次的 纳轮头中心有发 这个很重要 这里面有六个重 你戴在手上自动发光 你走到哪里 我在荷兰 有一位荷兰老板 他是认识我们一个信徒 也是开餐厅了 他太太得到皮肤冰 烂不好 医生说没办法 那他这个 我们台湾这位老板 有一点善心 就把他手上了 给那个荷兰人的 老板的太太带 结果带了几天 他皮肤慢慢慢慢恢复 现在我们到荷兰 这个很畅销的 但是免费 福利不可思议 前一天我在新加坡 上个礼拜 我们新加坡联络的人 还特别来跟我说 师父我一定要跟你说 我妈妈我以前叫他带 他都不带的 因为他有一天晚上做梦 梦到那个无常鬼 要来拉他 他不知道怎么办 就手拿出来放光 无常鬼跑掉了 他现在醒过来 我们全家手上 每个人都带三个 鬼丁 要带 这是真的 我跟各位讲 我已经送了好几年了 但是至少大随求咒 这里面有六个咒 包含大随求咒 包含尊圣佛母咒 包含六十大名咒 所以等一下会发给各位 好 我现在因为我们上师人 心很好 很单纯 而且很真实地在修行 而且长时间住在我们文庚华 所以我要特别上师来 然后各位可以多接近他 因为接近一个实修的人 慈悲的人 我们心里就很舒服 很自在 我想你问任何问题 我想上师都可以回答你 就是关于佛法的 虽然他会拼凑我祈愿 但是你一定听得懂的 所以我想 这样就大家都 现在最重要是要有一个好的老师 然后再告诉我们 解决各种生命痛苦的方法 那我想上师修行一辈子 又闭关 等等等等 然后呢 能够留在文庚华 这是很难得的 然后有这样一个宝 那你不去接近就好可惜 所以各位我想 大家的一些心理的问题 都对佛法来讲 都很容易解决 佛法无边 当然如果你问的是菩提心的问题 那更好了 所以能够告诉我们 怎么样去实践菩提心 好 那再来我要请我们 站员法师跟各位 节节员 然后呢 你们如果要站着听就站着听 我怕你们坐那么久 老实说我坐在上面 已经坐得很痛苦了 但是我们就尽力 那我也是介绍 我们站员法师 因为他们都是一个善知识 都在努力的修行 这次特别请到 我们文庚华来 希望下回我们站员法师 可以在文庚华 住个一个礼拜 好不好 因为我们 站员法师 以前是专修地藏经 已经念了五千遍 然后念佛 诵经 放生 天天做私事 言共 他念欧玛尼北美帆 你念到 那个玻璃都变成 欧玛尼北美帆 的图案 所以他个人就是 很重 禅修 老实修行 他不喜欢跟人家讲话 所以嘴巴永远都在念 都在观修 所以这是一个实修 所以实修本身就有加持力 然后我们看到他就得到他的加持力 回向 我们生病 我们就祈求上师加持 祈求你就得到他的力量 所以每次我出来 我都希望我们战言法师 也多跟我出来 因为看到他我就会很精进 他每天准时起床 每天晚上都不吃饭 一直在念 所有经典 所有咒语学到了 因为他就一直布施给众生 那我想每个人都有 每个人修行的方法 但是至少我们知道 我们这样做是可以帮助别人的 哪怕在树下不讲话修忍辱 都可以改变那边的天气 改变那边的气象 所以每个人都如此 所以下回请我们战言法师 来带八观再接 送帝藏经 好不好 念欧玛丽背面 你一个人在你前面摆一个镜子 看谁念到欧玛丽背面 跑到里面去 因为你的悲心 就会融入在世界 好 谢谢战言法师 我们还有战乐法师 为什么呢 因为今天我们 我看很多句子 我们人少少排位写这么多 所以要请他们一起加持 对不对 他们的说法 希望生病了好起来 希望往生者超度 那边还有堕胎胎儿排位 所以都希望他们得到利益 希望这些咒语也得到加持 好 我们欢迎战乐法师 我们战乐法师在台湾叫点灯王 他一天至少要点一万个灯 所以因为有这个发心 就有很多居士一直来帮他排灯 一直点灯 现在已经不用跟人家买灯了 自己做了 自然就有很多居士一直在做灯 最好的输油灯 自己做得很清净 然后就这样点灯的功德 所以不但点灯 他每天都做各种放生 特别世界各地有很多鳗鱼 他都用各种方法 可以去很远的地方买那个青蛙 用那个快运寄过来 台湾很多人很少人吃锅牛 但是台东地区有人在吃锅牛 然后他就要去电话给他买 他也是空运寄过来 很多地方 澎湖在做那些大鳗鱼 然后世界各地都去救这些雾名 所以每天带大家诵经念八旺再见 乐此不平 所以他叫赞乐 我们赞严法师是很严谨 所以叫赞严 所以我认为人的法号 天生是他的法号就是他的法号 比如说我今天 因为取了以后 很奇怪 他们就是这种 名字就是他 像我的名字叫海涛 所以我就定不下来 乱跑 像我们海定他叫定 他叫定在温哥华 我说你来都叫十七年天 所以个人有个人的姻缘 好 希望我们赞乐法师的快乐 可以带给各位快乐 好 愿赞乐法师常来温哥华 他讲话像个军人一样 所以你就不会打瞌睡 好 生命的力量来自于爱 慈悲的奉献 就仅帮助众生离苦得乐 所以生命电视台带着大家 吃素 放生 失食 救苦救难 到处去利益众生 愿大家都护持生命电视台 让佛陀的智慧 让佛陀的大悲心 充满这个世间 护持正好 1996-5232 1996-5232 顾名 生命文化基金会 举重就像跳舞 很奇的吧 面对杠铃 不是硬碰硬 而是找对方法 去面对他 就跟防御一样 面对挑战 我们可以改变接触他的方式 加油 面对未知 我们可以谨慎以对 面对不安 我们可以彼此加油鼓励 面对压力 我们可以 举重后期 我是郭欣诚 我们一起照助彼此 战胜疫情的挑战 团结抗疫 一起为台湾拿下 防疫金牌 台湾 筛之论 农历七月三十日 新逢地藏菩萨圣诞 念释迦牟尼佛 持斋处罪八千节 屏东万丹乡 庙云寺举办 中风三十系列 护身继蒙三师时法会 并供请战胜法师慈配祖法 在法会开始 戒定真香 焚起冲上天 庄严的引寝队伍 引寝祖法和尚 战胜法师 入殿祖法 紧接着在法师的带领下 齐心恭送三十系列等仪轨 三十系列分为三段 第一时 第二时 第三时 每念诵完一时 就会到大殿外 弹场 持续念佛 及恭送心经 大悲咒 往生咒等 庙云寺与高雄生命书方 更发心土色书时 诗与恒河杀树幽名 三十系列法会 不是为了自己 是为了一切的众生 希望众生 他们可以得理苦 因为我们知道 我们现在七月时 我们讲到 好兄弟会在旁边 或是任何人的地方 他们出来 从地狱上上来 他非常的痛苦 因为他没办法吃 他过去的恶业 所造成的 种种原因 他没有没有吃 恶鬼到 有的肚子大大的 嘴跟针一样 他只能吐火 他吃到任何东西 都是变火炭 我吃到肚子就变火炭 岩浆会烧热他自己 因为他过去烧的恶业 所以我们也要 希望他们可以理苦得乐 我们布施 借了布施的功德 如果像蒙山 布施给他们 希望他们可以理苦得乐 五后 即恭请主法法师 为庄严的蒙山狮食法会 拉起序幕 在法师的灵敏下 依循蒙山狮食仪鬼 异作圣身进观 修持甘露狮食仪鬼 十方法界坛场 特别以台湾造型 呈现变化无尽的饮食 普世幽名 法记恶鬼友情 最后更祈愿以此法会 所作一切善行功德 回向世间祥和 与六道全灵 平安喜乐 慈悲吉祥 福慧圆满 生命电视屏东采访报导 生命电视屏东采访报导 《非诚勿承报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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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提上这念地藏经 也有我的原因 我下地狱众生造的一个态度 都是下地狱的一页 先念地藏经 先把地藏在那边了 完了做了人 能做人就继续修了 所以你修地藏法门 你可以不属于人神 地藏不属于家旨 修念佛法门 你应该升到极乐时期 不多了说法时期 但是这个别的师父说 都不是你自己 你自己想你对哪一法门接近 说你耐学经论 你从智慧门入手 那就学经论了 你胆子放大一点 我就是利益众生 生死我不怕 将它转去吧 都有众生 转到哪儿我利益众生 你就发这个大言 胆子大一点 愿力大一点 一切无委屈 都中了下地狱 你作为地狱也有众生 我就下地狱众生去吧 像我住监狱时 我就在监狱讲 就是人生就是住监狱的 在监狱里讲也一样 但是你随狱 随狱找什么因缘 你发什么愿 这个比较好 无论你自己的学佛来啊 你从每个宗里都舍了一下 那么现在道友都是知识分子 当然你都看过很多景 你看哪一个对你最深入 你自己就深入下去 深入下去不是浅显的了 这个你 没自己 因为现在没有这个 没有这样的善知识 直到你无量节的事 跟你一说你就开悟了 这个善知识还没有 还有原也没有遇到 说你修一个法门 不论你修哪修地藏 说说有关于系统 你修关于法门 你会在梦中得到 你的本尊加持 我想这个大家多少都有 所以在你修行当中 学道当中 只有一个 一定得下苦功夫 悠哉悠哉地进不过佛门 这个意思大家懂吗 不论你想哪一门 你必须得钻进去 就是你们大学里头 你用哪一课 你要想悠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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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会一张文凭可以 你拿到真迹 学到实际本身 完了你再有创造发明 那你得下功夫 我说这个意思呢 就是你学进度法门也好 学自观法门也好 学密宗 随便你学哪一门 你必须钻进去再钻出来 那才能行啊 你现在不深入 不沉入到底去 你得伏伏面面地学不当的 学到是调皮的 有些人从行入手 有些人从读书入手 有些人从掺掺坐着静坐入手 那你看你喜欢 这个喜欢就是你有全生的 多生的 累积来的个性 那你学个书的好啊 学个生的好啊 当然你学书的好了 容易快容易进入 生的不容易 就这个意思 那现在的善知识啊 没有人看到你的五亮节 或者八万大节 佛在世时候 舍利福目前人 只能看到八万节啊 八万节以后的 以前的 他就不知道了 那么现在连舍利福 目前人这样的大善知识 正在说你很难得遇到 有没有 有 不是说普贤国人地上都在世间 但是你自己有没有这个德呀 有没有想功力呀 你能遇到他 遇不到啊 遇到你也不信 遇到你也不信 不过你读普贤和文品 普贤普贤告你的话 你信吗 很多的道友们读经 你读这普门品 国人菩萨就是入这样读宗上的 你信吗 因此我最后祝福大家 你先检验检验你的信心 我很多道友 净说大话 信心很没有 什么我这话过费一点 信心有标准的呀 不是随便说的呀 你信到什么程度 你自己可以对照一下 信心了 说我有了信心了 什么样标准是有信心 决志前念起来 只是后念不起 我前面起个不好的念头 我马上就结断了 绝不相聚 绝没有第二念 就入行为 有信心菩萨了 有很多说大话 大话可以说 说我是菩萨 你说什么 你说你是地 你说你是佛 也没错 那是本具的 本具都是佛 不是你现象的 得有作用没有 你就烦恼了 你说病苦了 生老病死现前了 那别离院政会 五蕴之胜 求不得 在这些个苦难现前时候 你太严处置 根本像没什么事 你入了心位了 那不是随便说的了 当你觉知前念起呢 你自己心里一动念 念头不对 马上停下来 那心三宝 信加斯利 已经进入心位了 不是没标准的 你随便说的 从十线满心进入出注 这都是华严警戒的 我说那华严警戒说的 你进入出注的菩萨 他能到一百个世界 四线成佛 你有这个本事吗 没这个本事 你出注没进入 出注到实注 出行到实行 出回向到实回向 这一共三十个位置 你自己可以一对照一下 你在什么位置上 佛经好像说的很笼统 不是这样的 非常标准 从什么来的地方定呢 从你断货 我对什么都不迷了 所以你对什么都不贪恋 你已经升级了世界了 那你亦不会颠倒 心不贪恋 亦不颠倒 但有一念的贪恋 我刚才跟大家讲那个 他一贪恋 他那个波呀 那老和尔 一贪恋就不行了 但有一贪恋 你走不了 谁吸着你呢 你自己欺负你自己 不过你什么贪恋没有 那明与利业 似与非呀 特别是是非 我们经常来 你那事不对呀 就没有个对呀 不对 对不对 就是是和非 你心没有是非 所以自己能检查的 自己看见自己信心到什么地步 你可以检查 觉知前念起那自己后面去 觉知一念善心所生 让他不断地挣扎 这两个是相反的 那你只善良地挣扎 这个很清楚 因为每位道友 你想了生死吧 想求生极了世界吧 厌查你的心 如果你心还有起不好的面头 因为一点小事生烦恼的 你哪也去不了 你平后得说服世界呀 我夜嫌小了 你锻炼磨炼 任何事都不烦恼 都不动心 那就心不贪恋 你一步颠倒 你这个入佛门了 这才叫真正入门 不是成就啊 心不贪恋 一步颠倒 这样你才能够进入佛门 你才能够进入佛门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